排泄自小客车四周被围着阴架 阴架上还放着警示灯 这辆车就停在马路边 两间透天错的门前 地上没有画红线 附近居民都知道 阴架是屋主气炸弄的 就是不满这辆白车 一停停好几天 请警察打给车主 车主又不理 屋主才想出这一个反制方法 他讲不听啊又没有法规啊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施工嘛 对啊 我就要警察告知他了啊 那你这样围几天了 昨天才围啊 那他车主想要做什么 我会骂三支金 我跟他讲说 你这样挡在我门口 我等一下会怎么出来 他说这个不是你的地 他说这不是你的我可以停啊 警察叫不动的 叫不动 他说这边没画红线 为阴架旁边还放着 请务停车的牌子 家门前也放了施工中 请务停车 白车车主完全不理会 让两家的屋主都不堪其扰 趁着家要施工 顺便把车子用阴架围起 现在警方劝说 要屋主先拆阴架 持续联络车主 里长也到场 讨论是不是该画是红线 但是一画红线 又对屋主的出路停车不方便 屋主两难 遇到没办法沟通的车主 又应驾为车 表达不满 也引发争议 东森新闻红热灵房总委 在高雄报导 大室